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 为什么在茫茫人海当中 你就偏偏认定了他或他是你的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呢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缘分 而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缘分背后的科学故事 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提醒大家一声 本周的会员节目已经上传了 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拿到物证的UFO事件 他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少有UFO事件发生 请大家记得收看这集开封UFO事件 1990年9月 洛杉矶一家私人诊所里走进了一位叫莫林的年轻女子 莫林有一头乌黑的秀发天生丽质 但是看上去神色紧张 她走进诊所后说自己是从纽约飞过来的 慕名专程想请牛顿医生为他治疗 牛顿医生的全名叫迈克尔·牛顿 他是当时洛杉矶最有名的催眠心理学医生 虽然莫林没有预约 但是远道而来如此有诚意 牛顿医生还是为他专门安排了治疗 在治疗室放松下来的莫林说出了自己的隐私 美丽的莫林一直追求者众多 但是她不为所动 因为她有一个已经订婚多年的未婚夫 叫戴尔 莫林和戴尔是在大学时代就相恋 一见如骨的 戴尔人品断放 踏实敦厚 莫林一直都觉得和戴尔在一起很有安全感 是理想的夫婿人选 两个人本来已经商量好了 在今年年底就举行婚礼 谁知道五个月前 一个叫瑞克的男子突然闯入了莫林的生活 瑞克对美丽的莫林一见钟情 立刻开足玛丽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攻势 完全不顾莫林已经有了未婚夫的事实 愣是要横刀夺爱 但奇怪的是 莫林从来认为自己是个感情专一的人 只要有固定交往的对象 对别的追求者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冷面拒绝的 然而这一回莫林居然心动了 瑞克不仅长相英俊 而且和莫娜的戴尔相比 莫林和瑞克有聊不完的话 从一开始的礼貌性交谈 到聊得越来越深入 莫林越看越觉得瑞克才是自己的灵魂伴侣 于是经过了犹豫和挣扎 他终于向戴尔提出了分手 投入了瑞克的怀抱 而且莫林和瑞克定下了婚期 准备在两个人相识五个月之后 就来个浪漫闪婚 但奇怪的是 随着和瑞克的婚期越来越临近 莫林心中却有一种莫名的恐慌感 抛弃了前未婚夫戴尔的负罪感 笼罩了心头 万一自己和瑞克前世相识的感觉 只是一种错觉怎么办呢 明天就是他和瑞克去市政厅公正结婚的日子 但是今天莫林却来到了牛顿医生的诊所 他想通过催眠了解 自己的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于是牛顿医生就给莫林安排了催眠 慢慢进入催眠状态的莫林 讲出了这么一段故事 1930年 莫林是旧金山一个富裕家庭的小女儿 父母为他安排了一个盛大的舞会 来庆祝他年满20岁生日 他的未婚夫瑞克也参加了莫林的生日舞会 他俩在舞会上翩翩起舞 一对金童玉女献杀了无数旁人 舞会之后那一世的瑞克就开着敞篷车 带着未婚妻出去兜风 看着如花的美人 喝嗨的瑞克想展示一下车技 就一路狂奔 不知不觉就开出了城 开到了太平洋海岸公路 太平洋海岸公路 就是大名鼎鼎的加州一号公路 公路仅仅贴着太平洋 满眼都是美景 但也处处都是悬崖峭壁 这时正在做记录的牛顿医生 突然听到深度催眠中的莫林 发出了一声惨叫 然后催眠中的莫林断断续续的说道 瑞克的车失控冲进了太平洋 好在没有撞到悬崖 车是直接掉到了海里 被冰冷的海水一击 瑞克的酒就醒了 他三两下爬出了驾驶座 对于落水的莫林不管不顾 自个儿就游泳到沙滩 自顾自的逃命去了 只剩下莫林在海水当中苦苦的挣扎 幸好附近有一艘路过的游船 船主人看到有人落水 二话不说 跳下水把奄奄一息的莫林救上了船 但是可惜回天乏术 莫林的那一世 就在二十岁生日那一天结束了 而游船主人就是戴尔的前世 这时催眠结束了 面色苍白的莫林慢慢睁开了眼睛 他只说了一句话 原来这才叫缘分 他用的是Fate命运这个词 莫林说 我知道该做什么样选择了 然后他默默地离开了牛顿医生的诊所 莫林最后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呢 我们后面会说 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到底是一种物理存在呢 还是说它仅仅是一个美丽传说呢 最新发现证实 缘分它是真实存在的 所谓千里因缘一线千 这根把男人和女人拴在一起的红线 不仅是在月下老人手中 它更隐藏在人类的基因信息当中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教授多明哥 做了一项研究 来了解人们择偶是不是和遗传有关 之前科学界都信奉孟德尔的遗传学 认为基因是随机分布的 人类择偶也是随机的 但是后来根据一些统计学的研究 科学家们发现人们会和 与自己有相似感觉的人结婚 看到这项统计数据之后 多明哥教授觉得很好奇 他做出了遗传学家的思绪飞扬 难道说夫妻选择相似的配偶结婚 比如夫妻两个人在教育宗教家庭上的相似 都能够在人体遗传信息上找到证据吗 于是多明哥和同事们一起 用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 收集的基因数据组 做起了单核肝酸多态性的分析 所谓单核肝酸是人类基因组上的组成单位 人类基因组中有大约配对的31个核肝酸 这些核肝酸对分布在23条染色体上 也就是23根DNA分子上 人类个体之间在DNA分子的某些地方 会有不同的核肝酸 比如某个人在某个DNA的位置上 是CGAT这样四个核肝酸排列成一个序列 而另外一个人在这个位置上 却是CGGT这样一个序列 那么他们俩在序列的第三个核肝酸就存在着差异 通常这个差异叫做单核肝酸多态性 遗传学家们猜测 这些差异就是人和人之间个体不同的关键点 每个人的个性脾气 甚至智商情商外貌的不同 都很可能和单核肝酸多态性 这个事实有关 多明哥的小组就是集中观察这些差异 来了解人类择偶 到底和遗传信息有没有关系 小组一共收集了9000多个人的基因组 其中有825对夫妻 多明哥把这些夫妻作为一个大组 其他非夫妻的人群作为对照组 研究结果发现 夫妻组在170万个核肝酸位置上的相似度 远比非夫妻组要高 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也就是说专家从遗传信息编码上 间接证明了常规的观点 人一般会选择和自己相似的人 有熟悉感的人结婚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缘分 话说我们故事开头讲到的牛顿医生 在多年之后 他在一次社交聚会上 偶然又碰到了莫林 此时的莫林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生活幸福 他笑眯眯地把自己的丈夫戴尔介绍给了牛顿 并且感谢他让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缘分 其实在中国古代也历来认为夫妻之缘是早就注定的 那下面这个故事就出自于唐代李复言的《续玄怪录》 唐宪宗的时代 有一个人叫韦顾 家住在杜陵 也就是今天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湘一带 韦顾出身在当地的一个望族 家底颇为殷实 长大以后又考上了公务员 吃上了黄粮 韦顾的工作稳定之后 首先想的就是解决婚姻大事 因为他父母早亡 少年时代就是孤儿 所以他成年之后就着急想娶妻生子 都孤单怕了 就担心日后形单影之 可是不管他怎么样委托人四处求婚 都是无功而返 唐宪宗元和二年 也就是公元807年 孤独的韦顾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他带着仆人准备去古济州游玩 旅途中来到了宋城 也就是现在河南商丘的一个旅店投诉 旅店里很热闹 古人的九寺茶楼客栈也是消息的集散地 因为人流量大 所以想打听各种消息的 或者想贴寻人启事的 都会来到这些地方 行之影单的韦顾 看到此清此景 又想起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何不在此发一条征婚广告呢 没准消息就会传到 由女儿带字归忠的某人家中 就成就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呢 于是韦顾就向同店的旅客们 发布了自己是钻石王老五 正在寻找相亲对象的信息 结果呢 还真来了一条相当有用的反馈 有个当地的客人向韦顾推荐了一位姑娘 她是当地一位姓潘人家的女儿 而且这个客人还相当热心 约韦顾第二天早晨 在客店西边的龙兴寺门口见面详谈 韦顾一想到能脱单 高兴得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第二天天还没亮 她就起身前往龙兴寺 推荐人还没到 韦顾就看到有一位老人 坐在寺院前的台阶上 正就着月光读一本书 韦顾好奇就凑上前去 想看看老人看的是啥书 结果韦顾大吃一惊 她认得转字 甚至懂些范文 自诩是个眼界颇广的读书人 但是老人书上的字 她是一个都不认识 再看老人身边 有一个袋子鼓鼓囊囊的 也不知道装的是啥 韦顾就忍不住问老人 我字又苦读 人世间的字我几乎都认得 连印度的范文我都认识一些 但是您老看的这个书 我没见过 这是什么书啊 老人微微一笑说 这叫幽冥之书 你当然没见过了 我是掌管姻缘的幽冥之人 和你阴阳两格 本来不应该会面的 但是你今天来得太早 可巧就碰上了 说着老人就从身边的袋子当中 掏出了一根红线 说道这根红绳呢 就是专门用来拴住夫妇的 人一出生 我就给他们系好绳子了 韦顾听到幽冥两个字 本来还有点害怕 但是一听到姻缘两个字 立刻又精神抖擞了 就干脆把自己多年 寻其不遇的事 噼里啪啦 竹筒到豆子一样 都说给老人听了 然后满怀希望地问 自己和潘家的闺女 系了这根红绳了吗 老人哈哈大笑 很爽快地告诉韦顾 你就死了心吧 你现在是倒插门都没人要你 因为你的姻缘还早着呢 你命中注定的妻子 现在才刚满过三岁 得17岁的时候才会嫁给你 你还得再等14年呢 韦顾一听 心挖凉挖凉的 但是立刻又很愤怒 他觉得这老头在胡说八道 立刻就出言挑衅说 那你敢不敢带我去看看 我未来的妻子啊 谁知道 这位老人就一口答应了 这时天光已经放亮了 昨天约好的客人 没有来按时赴约 那这个时候老人就说 你跟我来吧 就摇摇晃晃地带着韦顾 去到了当地的一个菜市场 只见菜市场里迎面走过来了一个 瞎了一只眼的老妇人 老妇人怀中抱着一个 三岁左右的小女孩 也是脸脏兮兮的 看不出长相来 老头于是就停了下来 等这两个人过去之后 就扭过脸来 对旁边的韦顾小声说 哎 看见没有 这个小女孩手上系了一条 和你一样的红线 她就是你未来的媳妇 韦顾的小宇宙 这下彻底爆发了 心说啥 我未来的岳母 几乎和乞丐类似 那我韦顾好歹也是个有身份的 我家在当地是有声望的 我本人是政府编制内的干部 要收入有收入 要长相有长相 就算婚姻不顺 起码也得门当户对吧 也不至于要降低身份 和这样的人家结亲吧 而且还要在等候名单上 排十几年 才娶得着他们家的女儿 你把我黑得也太惨了吧 韦顾觉得老头就是在玩弄自己 他攥紧了拳头脸憋得通红 如果对方不是一个冒蝶老人 他几乎就要冲上去 把对方胖揍一顿了 老头此时似乎是看出了韦顾的想法 就对他说 你可不要动歪心思啊 这个小女孩长成之后 是要享受富贵人生的 而且母婴子贵 说到这儿 突然菜市场的角落里 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韦顾就扭头一看 等她再回过头来的时候 发现老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韦顾垫着脚四处张望 这个可恶的老头在哪呢 却再也找不见了踪影 只剩下韦顾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他越想越生气 心里大骂开了 这个老妖怪太荒谬了 如我太甚 他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觉得忍无可忍 回到旅店之后 他叫来了手下的仆人 让他去杀掉那个小姑娘 赏仆人一万钱 结果第二天 仆人还真的就去了 眼看着老妇人抱着小女孩 又出现了 仆人拔出刀来 二话不说 就一刀刺了过去 但是这个仆人不要说杀人 以前连只鸡都没有杀过 准头奇差无比 刀尖只是从小女孩的眉心 划过去一下 只是出了一点血 压根就不致命 这时小姑娘已经吓得哇哇大哭 老妇人也呼天抢地 整个菜市场的人都围了过来 仆人一看势头不对 哪敢再补刀啊 只有赶紧跑了 在一边观战的韦顾 也仓皇逃走 两个人收拾好行李 立刻就离开了商丘 转眼14年过去了 韦顾从青年才俊 已经变成了油腻大叔 还没讨上老婆呢 好在他早已习惯了 单身狗的生活 也忘记了在商丘的这段往事 这一年 他转调来到象州刺史 王太手下做事 负责当地的诉讼 拘拿犯人的工作 因为工作出色 上司王刺史欣赏他的才干 决定把自己17岁的女儿 许配给他 伟大叔每天看着 年方时期如花似玉的娇妻 高兴得不要不要的 睡觉都会笑醒 但是他发现妻子眉间 有一个像花朵形状的疤痕 就问妻子这个疤痕的来历 妻子叹了口气说 自己的父亲原本是宋城县令 王刺史其实是自己的叔叔兼养父 他两三岁时 双亲就不幸过世 家道也败落了 自己成了孤儿 幼年时代 是由一位好心的乳母带着抚养的 伟大叔听到这儿 突然想起了自己十多年 干的那件很飙的事 脑门上的汗都出来了 难道自己眼前 这位花容月貌的妻子 真的就是当年 那个独眼老妇抱着的丑小鸭吗 只听伟夫人接着说 儒母当年带着我在市场上卖菜为生 与邻里相处的都很好 谁知道有一天 市场上来了个狂人 不由分说拔刀就刺 结果就在我没心 留下了一个永远的伤痕 伟大叔一听 面如土色 跌坐在地 妻子赶紧关心地问 夫君你怎么了 大叔半天没有坑气 过了好余阵 才惭愧地承认自己 就是那位行刺狂徒的主谋 然后把游民老人的故事 完完整整地讲了一遍 听了之后 温婉的伟夫人沉默了一会儿 并没有怪罪为故 只是探到 原来缘分真的有啊 而且扯也扯不断 从此以后 夫妻彼此特别敬重 因为都知道 这是上天安排的夫妻之缘 要珍惜 后来两个人的儿子 果真官至益州的刺史 伟固的妻子 也真如幽冥老人所说 母以子贵 这样看来 每对夫妻之间 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关联 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线 既扯不断又拉不开 既然如此 就愿大家好好的珍惜吧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话题 或者咱们这个频道 有意思的话 就请定个月关个住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个案 原来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那缘近就是无缘对面 不相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